我 周氏啊 之前也没跟我提起 你们还有这层关系 那要是我早知道的话 就没有那么多事了是吧 周氏 既然来了 怎么不坐下聊两句啊 你男朋友也在这儿 男朋友 周氏啊 你们有这层关系 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呢 要是我早知道 上绝和云马是合作关系 当初我也不会质疑 上绝珠宝的材质问题 毕竟云马也是我们大展的常客 有他做担保 我比较放心 开什么玩笑 我跟他 我才是图了女朋友的福 才能跟吴大师您合作 这样 我们先去看一下出展品 回来再跟你聊 在楼下 放开 聊人聊到一半跑路呢 还真是过不去了 昨天的事 能不能当我脑子进水 就这样过去吧 平白无故被前任占了便宜 你觉得我会善把甘休啊 是我行为不断 我道歉 实在不行 就跟我性骚扰吧 谁有空告你啊 我要的从来都只是一个解释而已 我问你啊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要不说 我可就自己解读了啊 周氏 你是不是想跟我复合呀 也不是不行啊 只要你先开口 过往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久 怎么样 考虑考虑 我 项圈已经解开了 要不要逃走随你 只要你能承担后果 开什么玩笑 为总之是单身时间久了 连逢场作戏都看不出来了 这女人 想要学到男人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 我两年前就已经用过了 第二种 就是我昨天对你做的 老郑做的一男平 那我们就约个时间 把我欠你的都还你的了 可以啊 什么时候 既然你这么看我 那不管是一锤子买卖 还是长线交易 我都没有理由拒绝对吧 不过 这次你可别想半途而废 明天还是这个时间 上次的那个酒店 你要不来找我 那我就去找你 咱俩 哎呀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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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无聊啊 你给我 我今儿正好好有空 见面吧 今晚要见面吧 见面吧 今晚见面吧 我今晚正好有空 我可没空 老板说要加班 明天交路纹正赶稿呢 都是什么朋友啊 你要去谁家 又是你 你是长在我身上的尾巴吗 成天围着我转 不要好好说话 是你抢我家还是帮我逃 不是啊 喂 不好意思啊 小孩子不懂事 我们只是做了交换 我拿店里最大的那个 换了他这个小的 小朋友 这个小的是我 那个大的才是你的 只要你剪头 哥哥就给你买的最大的 喂 别听他胡说了 就是他瞧的 我赔给你 给你 你这小孩子那么小 你就诱导别人说话 你有没有心啊你 都是你请我愿的事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进三观不振 还要交换人家小孩啊 我告诉你 就算没有我 这个世界 早晚有一天都会交给他 你看中的那点三观 很有可能都是 别人成长退下的 一层皮而已 有没有心 重呢 强词夺理 真的搞不懂 你怎么会变成 这种小恶魔啊 抱歉 我不是你心里的 那个小天使 我也不是稀罕若不得 怎么样 还想管我呢 当然 清空内存又怎样 换了名字和包装又怎样 人总是原装的吧 我不会看你这样 堕落下去 大姐 你不会是没有人 追所以才死皮赖脸地 粘着我吧 不好意思 我没有人追 我随随便便打个响指 就能平地冒出来 一大堆人好吗 林小姐 薛总 你怎么在这儿 说得我好像不光商场似的 但是你 这儿可是儿童区 你一个成年人 我陪我们家親戚的小孩 哎 在那儿玩呢 你看 看你这样我就放心了 嗯 我之前还担心 暴露身份之后 会被你保持距离 现在看来 林小姐比我想的大气多了 不过礼数还是不能少 道歉礼物 不必了吧 上次是我自己贪吃造成的 而且这一看就很贵 谢谢 那这个不贵 拿着 走了 什么 怎么还热的 薛总 你的东西 那个很适合你 下次带给我看吧 走了 看着就至于跟他人一样 像某些臭小子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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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适合我吗 有钱人就是俗套 就会送这些珠宝啊什么 我适合你干嘛呀 这什么呀 戒指 要转 7加2兆友 他是买费烤牛的